你知道什么样的房子吗 这是一个生活风格的房子 这就是每个人在这里是男人 你想成女孩的男孩 谁是你的男人 我是男人 我喜欢男人 坐下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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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间玉才是熊孩子最好的老师 今天的四个磨铜皮的各有千秋 率先登场的45岁的赛德里克 他是一位同性恋 这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惜他虽然自认为自己很有勇气 却无法勇敢地面对非议 甚至不希望外人知道他的取消 只要发现有人议论他 赛德里克就会一秒暴怒 曾经把一个女同学从楼上扔了下去 因此被学校开除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赛德里克很骄傲 但家人却为他伤透了脑筋 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多次因为别人的意乐而热上麻烦 我开始以为尽头前的是他母亲 后来才知道是他叔叔 第二位登场的是16岁的史蒂芬 自诩诗歌侠道 专门在富人屈辱时盗窃 金表金条金戒指 但凡带金的东西一律暴走 结果一次在偷金鱼的时候 惊动了房主 被房主拿枪追了二里地 可史蒂芬反倒觉得很刺激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大坏蛋 这样别的孩子就会对他另眼相看 除了盗窃以外 史蒂芬还沉迷赌博 别的赌徒最后都倾家荡产 唯独他从未损失过一分钱 这并不是因为他记忆高超 而是这小子不讲武德 赢的时候说真超 输的时候就给对方假币 光坑毒鬼也就算了 关键史蒂芬还坑老百姓 一次他拿了50块钱假币去快餐店 买了两美元的汉堡 顺利从老板那里拿回了48元真超 事后两人都感谢了彼此照顾生意 第三位登场的玛丽亚只有13岁 可小小年纪就心狠手辣 明明有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却偏偏喜欢出去打架 发起狠来连亲生母亲都不放过 而最后一位登场的艾希丽亚 更是个狠人 15岁的他因为父亲病逝 加上自己的体型有些胖 所以他一直非常自卑 经常跟人打架 一次因为把同学打伤了救护车 被学校停课了整整10天 从此艾希丽亚更加讨厌上学 他最近一次去学校还是70天以前 那么他逃学以后都在干什么呢 没错他整天跟男学长彻夜畅谈 就连被父母送到监狱改造的当天 他还刚跟帅哥约完会 玉井打开他的背包以后都看傻了 里面竟然装了满满一包的小雨伞 不怪玉井打姐如此气氛 她活了40多年都没用过这么多口味 可爱希丽亚15岁就唱了歌变 眼下四大魔童全部就位 监狱改造之旅正式开始 出发前几个熊孩子还是传统不符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听说玉井一直想和她过过招 无奈玉莉亚从来就没这么冷静过 任凭玉井宠腻的如你脸颊 轻浮三天没洗的秀发 玉莉亚就是不生气 而赛德里克那边也是一样 他口口声声会让囚犯们滚原点 可真见了这帮大汉 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囚犯们不停邀请赛德里克进来坐坐 这些丑男人果然垂涎他的美色 赛德里克才不会让他们得逞 眼看熊孩子要按照性别分间去 他也想跟女孩们一起走 可惜被玉井拦住了 这一拦可出了大事 这所监狱被玉为数版的雪国列车 楼层越搞关的犯人越危险 而男生们直接被玉井带去了订楼 一帮无恶不作的浑室魔王正在等着他们 塞德里克还没来得及撒娇 就被囚犯们亲情报报局高高 随后更是被单独带到了小黑屋的床上 玉井见状也识趣地离开了牢房 外面的实地分则经历着另一种教训 玉井采集了她的指纹 如果跟历史遗留案件里的指纹配性成功 就会把她为期一天的监狱体验卡 换成20年以上的贵宾卡 与此同时女生那头也不好过 一帮长年没有夫妻生活的女球 叫让这要把爱希丽娅变成玩具 一位怀孕的大姐更是点名要她 位子差点动了太起 玉井看出了她的犹豫 也贴心地帮她加油打气 尔颜值较高的玛丽娅则被于巴一眼看中 非要跟她好生快活一下 玛丽娅宁斯不当大姐的女人 她拼命想要反抗 无奈对方的体型是她的三倍 她只能哭着求玉井帮帮自己 否则她肯定会和赛德里克一样 被人欺负完了 还要被逼着去刷有骚油臭的马桶 不过投背安紧马桶还不是最绝望的 在顶楼的最高警戒区里 还有一处禁区中的禁区 这是赛德里克最不想来的地方 一帮老嫂子正在迎接着他们 此时此刻熊孩子们全都蒙了 觉得监狱简直是人间炼狱 但玉井告诉他们这些还只是小打小闹 毕竟还有玉井在旁边 如果他们连这种程度都承受不了 将来真被判信绝对会生不如死 折磨永远不是改造的目的 当熊孩子们学会了害怕 玉井和囚犯们才开始讲起了道理 一位名叫香吉士的女球和玛丽亚很像 她以前也有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开豪车住豪宅 父母非常爱她 可她也和玛丽亚一样到处惹事 自以为自己很帅 直到她被关进了监狱 看着父母眼里的疲惫和心疼 她才明白一切是多么不值的 知道爱希丽亚因为自卑而出去贵婚 那位怀孕的女球告诉她 以前自己也是如此 知道她被两个出生轮流侵犯失去了清白 还被埋到风月场所接客 到现在她已经被迫生下了五个孩子 女玉井也耐心地开导爱希丽亚 其实她没有自己想得那么不堪 最会安慰人的 还是那个骨灰级的老嫂子 听说赛德里克害怕被人议论 老嫂子一句话就让她充满了自信 听君一席话 赛德里克瞬间感觉从垃圾变成了打击 原来自己并不是个异类 议论她的人不过是妒忌而已 很快为期一天的监狱之旅结束 熊孩子们都跟父母做了道歉 也许是发自内心 也许是为了赶紧离开 那么他们真的能够学冠吗 一个月后节目组做了回访 史蒂纷争地改掉了盗窃的乐习 因为在那场监狱之旅中 就发生了一起小偷被房主打死的案件 囚犯们带她模拟了那个画面 至今还让她心有余悸 他也开始渐渐学着远离赌博 某天他忍不住跟弟弟赌了一盘大富翁 结果好像自有天意 头子刚好落在了监狱的位置 吓得她赶紧看了两本书《亚雅精》 如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功课上 希望通过学习来实现财富自由 玛丽亚也从此不再打架 她学会了珍惜眼前的幸福 身体的天赋被她用来学习跳舞 终于找到了努力的目标 爱希丽亚也不再出去归婚 女预警的话给了她很大出动 让她明白了自己其实并不差 现在她每天都会罗外花费四个小时补习 希望能够追上陶克洛夏的进度 让远在天堂的父亲为她感到骄傲 至于塞德里科吗 还是那个最亮的仔 老嫂子的话让她看淡了那些闲言碎语 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一心只做自己 她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同性恋俱乐部 就像老嫂子帮助她那样 去帮助那些她的同类找到归属 祝福她和上面的几个孩子 都能活出精彩的人生